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自己会常常有演出或者是我会为演唱会准备 所以我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兽的人 很多时候还是要去追求那个心肺功能 还有就是整个身体的一个体能方面的东西 儿童春春的浅色系列不同 马思纯今天就走起了暗飞机车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黑色格外显瘦 我们的小马哥今天看上去轻瘦了哟 我瘦了四斤吧这两天 我在督促自己好好运动健身 因为稍微有点发胖 哪里有胖分分钟的好身材好吗 Anyway我们的思纯 这次可是有好好的认真减肥 采访时直接委屈的和小记者吐槽 已经N9不能和周农于宝宝约火锅了呢 这样看来吃火锅还真的要卸妆呢 不过当天既然是新品大秀 时尚个性的穿着才是王道 最近凭借五星法师二大火的小哥哥韩东军 就对自己的造型满意到起飞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身造型 因为皮衣嘛就很有机车风格 我平时呢个人也很喜欢骑车 包括去开工啊或者是拍一些东西 在这个路程中我都会骑走自己的车去 当然一向贴心的小记者 除了送上杨阴好看的铁平狐狸 各家偶像小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也是成功必问集体大公开 最近要拍新戏了 要为新戏做准备啊对 有什么新戏可以拍 原来你还在这里的电视剧版 对 就跟杨子山 本来是本来是8月要发的 但是因为我还在修改一些东西 所以会延后一点点 但是今年一定会发 我觉得跟之前会很不一样 但是你又可以看到 专辑有绿春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会有 会有一个成熟的突破吧